你爱他吗 爱 不信 不信 对 我不信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这个男孩已经六个月了 六个月 很短 对你们来说很短 但是对我来说很长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的文化来说 认识一个男孩 三个月能见到他的父母 我应该知道 他的父母喜不喜欢我 但是已经六个月了 我总是问他 我能不能见给他的父母 你的朋友 但是他总是有结果推脱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接着跟他谈着呗 着什么急 你不是才22岁吗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打恋爱的是 就是一段的时间 还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我帮你问 当然是想一起能够走到一辈子 他说的话 我真的根本都不信 你知道吗 必须要见到他父母 你才能信是吧 对 我跟你说一下 在我们的国家 你唱那说就行 你别动我再跟你说 说这样 就是面好的事 就是说打架呼的事 如果我们在朋友在的地方 他会拒绝 就是说 你难道你没有看到别人吗 这是爸爸的事 我感觉他好像不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 你的意思是说 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和场所 他没有在肢体上面表达出来 你是他女朋友 对 你觉得他对你不够真心 对 对对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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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点都不够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他提的这个要求很简单 一是见父母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昭告天下 对 现在你 你想这个平台多大 全国播出 对吧 你现在面对镜头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她不就行了吗 然后咱们再说下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解决 可以吗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看她说的就是普通的 我可以说这个是我的弟弟 怎么确认呢 怎么确认呢 她的意思是说 你跟她行一个抱抱礼 她不爱我 她没有听过你吗 没有 我跟她抱抱这样 她都拒绝 她不同意 其实呢 这个是个很难的事啊 老师来把这个灯光灭一下 人家刚才不是做了个示范吗 就是 左贴一下右贴一下 来 您回来吧 你就是觉得 她对你不热情是吧 对 她一点都不热情 你知道吗 那你喜欢她吗 我现在很难过了 你难过 你喜欢她吗 我非常非常喜欢她 你们俩这个男女朋友是怎么确定关系的呢 她以前是我的经纪人 活动完了之后 我们当朋友互相练习啊 她给我打电话说 罗瑞我现在 好像我对你有点感情 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准备好 同意我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就可以 我已经同意了她 就是这样 我所有的朋友都认识 所以我 我也有介绍的 什么 我也有介绍的 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啊 哪给我介绍啊 没有说过是你的女朋友 那我总不能满处的宣言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这是我的媳妇啊 我告诉你 我已经给我妈妈说过了 我妈说 国家的问题啊 文化的问题 我无所谓 如果你幸福 我也幸福 就是你妈妈已经祝福你了 对 你跟你妈说了吗 有透过这方面的意思 但没有直接去说 是我的另外一半是 那么另外一个国家的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如果说 那母亲接受 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你不可能很堂住 说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那么我希望和她结婚 是另外一个国家的 你觉得在没有出过很远的 说实话 不管她会不会同意 我不是你没有你妈妈说了 你明白吗 她是说她含蓄地跟她母亲说了 我们这个表达 不像你们表达的那么直接 好